女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会说话了 她眼神惊恐 想要向底下的学生求救 却遭到了嘲笑 这时她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只能颤抖着走向黑板 写下求救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她便哭刺一下倒在了地上 很快女人被送到医院 但她的病因却把一众医生给难住 有人觉得这是得了脑癌 但豪斯医生却不这么想 毕竟他们医院没有一个叫肖恩的 只能先按老套路 给女人做核磁共振检查一波 然而才刚刚把女人推进去 就精准触发了她的幽闭恐惧症 而后女人身上更是出现了过敏反应 喉部出现水肿 直接堵住了她的呼吸 没想到平日无往不利的检查神器 竟然在这里吃了饼 无奈 医生们只好终止检查 将女人从仪器里拖出来 然后现场动刀 给她切开喉咙 强行往里头灌住氧气 这才掉出了女人的性命 由此豪斯有了判断 女人应该不是脑癌 而是脑穴管炎 但这也只是猜测 因为脑穴管炎非常罕见 如果猜错了 很可能就会把女人致死 可这事豪斯却反驳 脑癌更罕见 也就医疗距离动不动就得 总之在豪斯的再三坚持下 医生还是采用了豪斯的方案进行治疗 果然在注射了肋骨唇之后 女人的病情就有了好转 然而不出意外 意外就要发生了 当晚女人就发现自己瞎了 紧接着身体更是疯狂抽搐起来 是癫症 很显然女人的病因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众医生对病情的讨论 又回到了原点 更多人认为女人是得了脑癌 豪斯这回翻大车了 但豪斯却神色淡定 让医生到女人的家里去看看 大伙一顿翻着 试图找出这里有没有什么围巾药品 好消息 女人并不是毒虫 坏消息 大家依然没有找出病因 然而就在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释 豪斯发现了蓝点 医生们都觉得豪斯说得太扯了 全世界这么多人吃猪肉 咋不见都有事呢 但三岁小孩都知道 大概率会发生小概率事件 而女人服用肋骨唇之后的不良反应 正是她脑内有掏虫的证据 另一道关键证据 则是大脑里掏虫不会被CT照出 因为她的外壳密度和脑髓液差不多 现在医生能99%相信女人的脑里有掏虫 但女人那边却出现了状况 之前的一系列治疗 让她对医生产生了信任危机 说什么都不想再受苦 说着她还嘲讽起豪斯的瘸腿 因为她之所以瘸了 就是因为医生的判断失误 毕竟医生也不是全都靠谱 以己推人 豪斯也明白自己说服不了女人 只好告诉同事 准备好替她呼叫病医馆 然而就在她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名医生想到了办法 可以证明女人确实长了掏虫 那就是给女人的大腿拍X光 因为掏虫非常喜欢藏在人的腿肌 既然大脑有虫子 大腿不可能没有 果然 X光把虫子照得一清二楚 而杀灭掏虫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定时服药即可 女人也一脸难以置信 就这 我还以为高低也得到开个瓢呢 早说这么简单 我一天吃10颗都行 男孩的腿只是抽出了一下 就被医生告知 他快要死了 原来 大腿抽出往往出现在即将入睡时 因为那时大脑会以为主人快要死了 才做出反应提醒 但男孩现在还醒着 却也有这样的反应 就意味着事情一定不简单 询问了男孩的父亲又得知 男孩最近经常做噩梦 医学上这叫液晶症 发病原因常和遗传 发育性疾病 心理因素及内分泌因素等原因有关 于是豪斯赶紧让同事 检测男人的睡眠记录 果然到了夜晚 男孩就梦到 豪斯竟独自来到他的病房 还将自己死死绑住 然后又在脚趾上划出一圈线 拿起剪子截断了他的脚趾 瞧着孩子被豪斯吓出了多少心理阴影 梦里全都是他 当然医生们对他噩梦的内容全然不知 但可以确信 男人确实患有液晶 于是男孩很快被推进了核磁共振检查 但医生们却神奇地发现 大脑没有任何级别 除了豪斯 一眼就看出 男孩的闹瓶肢体有轻微的弯曲 应该是大脑出现了阻塞 然而同事却嘴硬 说是男孩检查的时候动了一下 可很快 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出来了 豪斯说的没错 同事都被啪啪打脸 只能马上给男孩动了手术 然而术后检查时 豪斯又意外发现 男孩的身体状况没有好转 也就是说闹瓶肢体弯曲不是病因 那现在看来 男孩很有可能是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可这种并没有治愈的方法 把神仙请来的没有用 得知此噩耗 男孩一家人也都不知所措 然而就在他们思考 要给男孩订几席的时候 事情迎来了转机 男孩突然从病床上消失 当医生找到他时 他正在医院的天台边缘 可在男孩自己眼中 自己正锁处球场 无论医生怎么劝他下来 他也充而不闻 并向前迈出了一步 幸好医生反应及时 一个飞扑将其救下 得知这个好消息 豪斯也兴奋地表示 男孩患的肯定不是多发性硬化症 因为梦游并不是病征之一 事到如今 叶经症的唯一可能就是来自遗传 然而他的父母并没有这样的遗传病 所以豪斯怀疑 父母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来自青青草原 于是豪斯悄悄采集了两人的DNA 去做了亲子鉴定 然而鉴定结果却惊掉了大家的下巴 因为无论父母哪一边 都和男孩没有血缘关系 该不会是人贩子吧 面对豪斯的质问 父母这才坦白 原来他们在男孩一出生时 就领养了男孩 为了不让他产生芥蒂 才一直对真相坚口不提 好婆妈的两公婆 幸好不是我的父母 否则变样摔了 然而豪斯马上又得知 男孩的亲生父母也没有遗传病 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呢 那就是麻疹 由于男孩领养后 没有饮用过母乳获得抗体 而疫苗要在出生六周后注射 所以那时麻疹病毒已经入侵 但当时病毒没有发作 而是在男孩的体内发生突变 直到现在才浮出了水面 医生们马上按照豪斯所说 对男孩进行了进一步检查 果然在男孩的大脑里 找到了病毒 随后又是一系列手术 成功杀死了病毒 而手术过后 男孩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真相 也没有丝毫怨言 毕竟父母生他养他十几年 血缘什么的 已经不重要了 男孩竟然同时患上了七种不同的病 经过多重检查 却始终找不到病因 医生先给男孩服用了抗生素 然而这不仅没有治好他 反而害得他差点当场暴毙 眼看男孩快要不行了 也有人觉得是肿瘤 可这些声音 最后都被豪斯骂了下去 他表示 男孩应该是出现了感染和假装线性能减退 并立马按照这个想法 给男孩进行了治疗 然而在同事们眼中 豪斯的行为未免过于自负 为了推翻他的推论 医生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化验 本以为好不容易能打脸豪斯一次 没想到男孩的身体已经好转了过来 不再高烧 皮疹也消了 要不了多久就能出院了 然而就在豪斯冷嘲热讽同事的时候 男孩的情况又出现了两极反转 不仅之前得的病权回来了 免疫系统也濒临崩溃 如果还让他待在有菌环境 要不了多久就能到地府报道 于是医生只能把他转移到了无菌病房 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而豪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也连夜翻阅书籍 结合男孩的身上的变化 总算得出了新的结论 小伙伴们都满脸问号 毕竟男孩身上显示的病症 不能说和痛风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关系 这时豪斯告诉众人 他的意思不是男孩得了痛风 而是治疗痛风的药物含有秋水纤素 但秋水纤素会妨碍细胞分裂 结果就会导致男孩身上 出现七种不同的病症 至于为什么男孩会服用秋水纤素 豪斯询问男孩的母亲 得知他之前看到儿子咳嗽 秉持着多吃药没毛病的想法 就给他吃了不明成分的药 于是医生们找到那家药房 让药及时把开的药再来一份 但结果却不是众人想的那样 因为开的药确实不含秋水纤素 也就是说豪斯诱错了 事到如今 医生们只能开赴探查病因 但以男孩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说不定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但不查也是死 最后他们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可就在术前检查的时候 男孩又表示自己的手指麻痹 紧接着血压骤降 差点被死神一波带走 只能终止开赴探查 可当豪斯得知此事 竟然兴奋地表示 自己知道男孩的病因了 随后他便静止走进了无菌病房 狠狠地在男孩脚上掐了一把 听到男孩发出痴痛声 豪斯终于可以确信 自己之前思路并没有错 男孩肯定服用了秋水纤素 所以他又一把揪下男孩的头发 表示证据就在这里 因为毒品中也含有秋水纤素 只要验一下 就能明白一切的真相 于是男孩只好坦白 自己吸过两次 那现在看来 真相确实如豪斯所料 所以说 咱们不得不再次强调 真爱生命 远离毒品